第十三回 但对田文镜擅自封了凡夫一事 也很不满意 现在见田文镜有事要跟他谈 就说 好 有话请讲 不行不行 事关机密 请大人叫这里的闲杂人等回避一下先 田文镜此言一出 又引起一阵更大的惊慌 今天来这里赴宴的人 两次遇到阴差 也两次被当成闲杂人等 从大厅到就趴了出去 但是这次跟上次不同 那些人怕死走得不够快 尤其是那些来到捧场的新市商家 一出花厅就借口撩枝大吉 事关这些人都是洛敏的债主 也是洛敏的债权人 田文镜先头已经宣布了封银库的消息 他们要快快快快回家 向那些亲朋好友送消息 让大家拿着债票来 向秦府衙门兑换银纸才行 慢点手脚 田文镜就会解掉那些银纸走 他们手头的债券就一文不值 不过那些大小官员就不敢走了 因为那一来 银差还是这些树 提前缩走就藐视银差 藐视皇上 要问罪的 二来他们也不想走 是因他们都是是非中人 谁都想知道今晚这件事会有什么结果 从田文镜刚才谈出来的那些东西 他们已经个个感到心寒了 同时他们也看出 涂里心带来的亲兵 都未等吩咐 早就将这座花厅包围到水事不通 涂里心和田文镜在里头 就谈了很久 他们谈些什么 外边就肯定不知道 等啊 望啊 望到颈都长了 两位阴差 最终就出回来 那个巡护洛敏就立即迎上去 小心翼翼地问 两位大人辛苦了 需不需要再上酒菜呢 涂里心无理他 人来 从京城来的皇宫侍卫 齐齐齐就咔一声 跪在他面前 今天来这儿的官员 不准擅自走动 更加不准离开虎牙 就在西边的厅子里休息 等候传闻 你们给我看定点 涂里心吩咐完你亲兵 就回过头来对洛敏话 洛大人 请跟我来 田文镜就乘机向涂里心拱下手 头大人 下官告辞了 说完就头饿饿地走了 哇 洛敏现在的心就叮叮叮叮叮 跳得好像打鼓似的 糟了 糟了 今晚一定撞大板了 那见到阴差 涂里心已经走在前面了 就唯有死死跟着尾了 进了花厅 奔主客客气气地让座坐下 谁知一坐下,洛敏就立即站起身陪着笑面说 悲悲有些事要稟布阴差大人 今晚太原全城出栋看灯 那就是有点不妥 不过,灯火既然点着了 不多不少都会出些事故 比如说,万一火热,那就很可怕了 你说下官是否需要派人去关照下呢? 涂里森当然知道,洛敏是想布置人马 拦截来兑换债券的人 于是就说,不必了 人手你一早就安排好了 来来来,今晚难得这么清闲 我们又是初次见面 我们坐下慢慢浸一下 你洞嘟嘟地站着干什么?坐嘛 你看,你站我坐,那算是怎样? 接着,涂里森就鸡竿不断地聊起闲计 说他怎样跟着黑龙江的将军张玉祥打仗 哪一场仗打得最艰苦 哪一次受了什么挫折 哪一次又大获全省 又说他爷爷在山的时候 怎样受到圣祖皇帝的重用 诶,呢?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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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他一陣子站起,一陣子坐下,一陣子就讀来讀去,突然间,有个兵丁从外边,方塞塞地跑进来,一边跑,一边大声叫,秦虎大人,糟了,城西火足啊,一听见这么叫,洛敏就好像见到救命菩萨一样,整个摘起,陶大人,请恕卑职不公,卑职要去察汗火情了。 诶,陶李森哪里会被他缩走的,这些小事还用你亲自出麻吗,接着他就对那个报信的兵丁说,你传秦虎大人的命令,等夫人的军事快去火墙,一定要尽快破释那里的火,不准火情再蔓延,走啦。 诶,洛敏到这个时候就失惊无神,一顿地黑,慢着,他翻转头来,恶死能灯地钉着陶李森,陶大人,你想假借阴差的名义扣留我啊? 诶,洛大人,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啊? 你,你太看消我洛敏了,告诉你啊,我是风疆大利,二品鼎带的,你对我这么无礼,还敢扣留我的熟下文武官员,我要立刻动本参理。 洛大人,洛大人,要不要这么大阵仗啊?我只要你们在这里等两个时辰就够了,你这么不明白?来来来来,坐下先,陶李森就硬扯了洛敏,坐下,我先头和田文镜约定,他要我给他两个时辰,他说只要有两个时辰,他就一定能够揭开山西清理窥空的秘密。 我都答应了他了,怎么好反口呢?哇,这还了得,洛敏真是生虾这么跳,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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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痛痛作弊。 田文镜是什么东东啊?他已经被扎他顶大了,我不用怕他啊? 麻烦你转告田文镜啊,今天这场火如果够不息,太原有一点损失,我就要请出黄命旗,斩住他。 看到这种情景,陶李森就已经有了分数了。 洛大人,田文镜他说,今天在你宴殖上宣布了,已经封了凡夫, 还要在三日之内将傅存银两全部压解到南京。 其实他这么说是客人,他这么说是敲山镇虎。 据他说,今晚坐坐的人听到这个消息,实会告诉他们的亲朋好友知, 到明早早,凡是手道拿着借据的人都会含含声涌来。 至于国库道的银纸是从哪里借来的, 他们手道的借据又是哪里开的, 那一查就很容易查明了。 我觉得,田某这么做也不是说没道理, 对于你这位秦府大人,也是一件好事啊。 你不是跟我说过,说田文镜帮你洗清了武功腰宠的罪名, 你对他感激不尽, 现在田文镜去做了, 就是为了帮你彻底洗清罪名而已, 你又何乐而不为呢? 那就是这时, 虎牙外边已经传来第一声鸡叫了,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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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们脱下的面衣给他看 那帮亲兵想都不想 个个打大尺 原来他们个个身上都一片一片 有枪伤、剑伤、刀伤、战伤 还有些被火烧伤 涂里心指着那些亲兵就说 大家见到 这些就是我带的兵 他们身经百战 从死人堆到爬出来的 什么世面没见过 我都一样整身拉拼 不过我现在穿着皇上 赏兵我的皇马寡 如果除了是对皇上不敬 不过 你们可以看看我这里 涂里心说完 把我头一扎歪 就露出塞边那条 整四寸长的大刀巴 这些就是罗杀鬼奖给我的一些记号 那个鬼佬 在刀头上的功夫砸那头 我才有今天 怎么样 罗杀鬼做不到的事 你们是不是想做 尽管放马过来 这里所说的罗杀国 就是现在俄罗斯的旧清 再说 涂里心那帮亲兵 个个打大尺 一副是死如归的神态 吓得那些山西的兵丁的冷汗直飙 还哪里敢冲过去 诺文一见 也都没了术了 他瞅了一下院子里 见到神戏初老 就来五更天了 自己再出不到屋 采取措施 武功腰宠的事 就会穿布了 想到这样 就发烂烈了 涂里心 你不要高兴得太早 我如果立即就出去 我看你耐过什么 涂里心滋滋游游说 你是封疆大利 又是天下第一苦臣 你喜欢去哪里 就去哪里 不过你的一举一动 必须在我的兵士监督之下 我还可以告诉你 皇上将我们这些人 从千军万马中挑选出来 充实皇宫护衛 又叫做尖杆柱衛士 不是给我们吃闲饭摆景的 我这个阴差 如果不可以秉公扮差 连在他们面前都交代不了 涂里心这么一说 就被洛敏抓住鸡脚了 什么话 你们是尖杆柱的 尖杆柱到底做什么 你说我不知道 就是暗中监察百官行动 整天飞蟹走的蒙面人 当年圣祖皇帝职位之初 就曾经三下照遇 通尘明末太监干政 厂位和国的市份 下令设了暗中监察官员的十三衙门 你们这个尖杆柱 后不是十三衙门和厂位的变种吗 涂里心 你降刀衰利 即是杀不到我无罪之人 涂里心一听生气 那方面即时十声 祸狼的黑 洛敏 我原本还以为你是清白的 现在算我看清你的猫样了 若要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你不是说我降刀衰利 杀不到你无罪之人吗 我告诉你 我刀利不怕人颈粗 至于你说尖杆柱 就是前名的东厂和西厂 我不跟你争 留你自己去和皇上辩明是非 况且我又不是以尖杆柱的身份 来过问你山西正母 我是以阴差孙子氏的身份 来查明山西到底有没有规控 如果有 为什么不向朝廷申报 如果没有 为什么要百般袒护 洛大人 你要想清想错才好 各位 明代的太监干政 厌冠和国 在中国封建历史上出了名 所谓东厂西厂感依卫等等 他们主要任务 就是偵察官员的言行 和老百姓家里的闲事 他们查的东西 这些细致得令人吃惊 行动之快更加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 有些人三更半夜被捉了 甚至被斩了头落地 都不知道是什么回事 所以只要一提起东厂西厂感依卫 明朝的人就谈腐色变 没有人说不怕 雍正皇帝在未登位之前 就已经在自己雍皇府 养了一批武士 并起了尖杆柱这个名 职位以后 这个秘密的尖杆柱就公开了 成了内功侍卫的一部分 不过如果将他和明代的厂位 相提并论 在当时谁都不敢说 今天洛敏可能真的急到疯了 不要命了 哎呀就要他说出这样的说话 雍正皇帝都不会放过他了 那就在涂里心和洛敏 咬到反了面的时候 突然间 叭声到大门被撞开了 只见田文镜手上 拿着一大袋借句 等等声走进来 一字跑就一字大声叫 拿到了 我拿到了 陶大人 你快点来看一下 洛敏的罪证全部在这里 说起来真的得人惊 山西全省297个官吏 上下其手左右联络 表里为奸 欺骗朝廷 他们犯下了离天大罪 古人说 洪洞院道没有好人 今天我就要加多句 夹成一连 山西省内皆贪官 洛敏 你听参了 果然真的涂里心参核 山西巡护洛敏的奏章 过了三天就递进上书房 那一来就引起上书房的大臣心惊了 事关这件事太大 大到张庭玉玛齐和龙科多 他们都不敢擅自作主 庸正皇上的品性大家又不是不知道 他刚刚才落了圣子表彰洛敏 还破了力将洛敏封为天下第一苦臣 有多少日啊 洛敏竟然成了天下第一贪官 哇 这个弯转得太大 大到令人怎么都想不通 上书房的大臣都在想 涂里心真是杀杀滚的 在这样的时候放炮乱那么吹 被皇上见到这份奏章 惊死也有之 那按照龙科多的意思 就把这份奏章押几天先 等皇上哪天心情好时再情上去 但是张庭玉就不赞成 说这样做 谁来承担隐瞒不报的责任 几个人正在商量着 张庭玉忽然见到八爷来了 哎呀 八爷跟皇上咬着手挂的 如果被他见到这份奏章 他确实要管要问 他一过问就手尾长了 想到这样 张庭玉就急急手 把涂里心那份奏章一摄 摄在一片文稿下面 不过张庭玉虽然是聪明机智 但他还没看得透 别看这个八爷平日 很少来上书房 即是他今天就冲着 诺敏的事先来 这件事他一定要管 而且他还要看一下 做了皇上的四哥 怎样找台阶落 在这个时候 刚刚皇上又派人来传旨 叫他们进去 于是他们几个就一起来到 乾清宫 进去一看 原来连大将军回来述职 连庚玉现在就已经是西路大将军 他是雍正皇上名下的奴才 又是皇上敌系中的敌系 为什么呢 因为连庚玉的妹妹已经成了贵妃 连庚玉的身份就成了皇寇 如果不是 雍正又怎样会那么信任他 在张庭玉第几个进去的时候 皇上跟连庚玉说青海用兵的事 听见皇上说 连庚玉 朕立定心水用兵的了 看来一仗不打不行 现在普天下的官员 不贪不占的少之又少 你那里到底有多少兵员 你报个实数来 等朕有个底 要打仗就千万别挂着吃空额 连庚玉就连忙回答 奴才不敢私毫隐瞒 奴才那里实有军兵九万四千零七十三名 同兵部报上来的数额是完全相符 奴才是万岁一手调理出来的人 万岁又惟议奴才如此重任 奴才怎敢胡作非为呢 嗯 说话又不是这么说的 你都知道了 康熙五十七年 朝廷也曾经向罗布撞丹真用过兵 但是打了败仗 那场仗 六万八旗子弟 骗甲不回 朝廷是赢得起 输不起的 对才你说 罗布丹真的人马号称十万 朝廷不可以对他调以轻心 你下去跟十三爷商量一下 既然是一定要打 就要打出个样子来 要兵 朕就调兵给你 要钱 朕就酬钱 你千万不要辜负朕的期望 好 好 桂安 连庚尔就干净利落地扣了三个头 主子放心 奴才一定要帮主子爭气 连庚尔的事完了 就轮到雍正问张庭玉地了 如果万一知道洛敏那边出了事 雍正又会怎么做呢 要知后事如何 请听下回分解